今天实现麻辣烫自有了 辣椒面胡椒粉 自然粉各一勺 加入麻酱中 资入两毫升热油 搅拌混合均匀备用 下面来准备配菜 精选澳洲味断奶的大龙虾三只 不含淀粉的火腿肠一节 切去二十厘米长的千张 然后卷起来 这样一口吃下去才过瘾 昨晚剩下的土豆片 切成边长1.5厘米的正方形 然后手片 这会儿喜欢上菱形了 听说金针菇最好吃的部位 是头部0.5厘米 有粉丝担心高热量食品吃多了会长胖 那我教你一招 无需高超的厨艺也能学会的减脂餐 打开这个饭局APP 输入想要用到的食材 就能计算出热量和三大营养素比例 还可以定制个人专属食谱 比如这个食堂食谱 在学校的饱子们 也能满足自律期的饮食方案 和不同需求 跟着吃就行 还为选择困难症的饱子们 准备了有意思的扭蛋机 就让它准备帮你决定今天吃什么吧 马上升温了 行动起来春季逆袭 就现在 豆腐同样也切成正方体 海带得挑选两毫米厚的 切成六小块 最后来点香菜解腻 好了 配菜都准备好了 依次放入废水中 烫至七分熟 是不是等着急了 别急 心急吃不了麻辣烫 定位好六厘米的正方体边框 中间涂上刚才密制的灵魂酱料 然后小心地撕掉边框 再给每条边标记三等分 根据两点之间成一条线 把芝麻铺上去 如果问我这是干嘛 我认为这样配菜跟配菜之间就不会串位了 人间大事 吃喝二字 行喝滚烫 不如麻辣烫 山有木稀木有之 朱教授的麻辣烫请你吃 听说他们城里人都这么吃的 马卡巴卡